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7月14日 这是今天最后一场读报点评节目 反正也没什么事 如果你讲别的题目也没人看 人们最关注就是川普被刺这个事 是吧 现在又有一篇美国基因的文章来了 美国基因确实厉害 你看他的文章写的很简短 但是字里行间让你浮想连篇 好多事都是点到位置 因为什么呢 他毕竟是非常慎重的 咱们自媒体就可以来猜猜 我从这里又看到了一些问题 他这篇文章告诉你 就是川普在御市 突抹这个事之后 星期间讲 比以往更重要的是 美国保持强大坚定 不让邪恶获胜 就是说他挨了一枪 并没有害怕 现在反倒一直更加坚定 头脑非常清醒 他给这个事件看成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也就是说呢 由这个事件 美国会变得更强大 而不是分裂 而不是让邪恶获胜 那他邪恶指的是什么 他在真理 他有一个社交平台在上面讲 谢谢你们大家昨天的思念祈祷 因为他中大了以后很多人在祈祷 很多思念担心 怕他出事 因为他当时必须是被护走 特勤员保护走了 是吧 那么还掉了一个鞋就穿上去 那说不定身上还有伤呢 也不一定 后来经查没有什么 是因为只有上帝才能阻止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 我们不会害怕 而是会在信仰中保持坚韧 在邪恶面前不屈不挠 他告诉你 这个枪奸发生以后 川普上哪里去了 他说那周日下午 一支车队离开川普 位于新泽西州 叫德明斯特的高尔夫俱乐部 前往50公里外的牛瓦克机场 他为什么到那去 因为共和党在那开一个 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大会了 也就是这次要 10月5号参加总统大选 正式提名川普是共和党的候选 这是个全国代表大会 你看 他下午6点左右就在那个地方坐飞机 降落在哪里呢 中南部的城市 叫威斯康星州 密尔沃基 他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接受共和党的提名了 这才是正式成为什么和拜登俩 最乎拼搏了 一决 一决雌雄的 这个叫 叫 候选人 对吧 共和党的代表 候选人 那么民主党肯定也是拜登了 也就是不是冤家不对头 他俩只是 这个绕不过去 你看他上一次是什么呢 川普指责民主党作弊 对吧 没和他交集 没和这个老拜登交集 就离开了这个 离开了总统府了 对吧 华盛顿了 这个一 这种情况很少见 他不承认 不承认这种大选的结果 但是后边 这就是说他心里窝了一肚子火 很生气 接下来的故事 你看很有意思 就是说 于10月5号 他周四将在密尔 沃吉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长 要发表演讲 就是在这之前 他可能不公开讲话了 他要搞演讲 就在这个会上讲 是川普这个星期 被正式替名为 共和党总统候选 候选人 那么10月5号举行大选 民主党的就拜登 还是拜登 也不能换了 拜登和他之间 他要进行对决 川普表示他期待 星期四 就在那个会上 他这样讲话的时候 在全面的 把他的观点再讲一讲 就告诉你这个意思 然后这篇文章告诉你 这个胸鞋 他的动机到现在没有找到 这是美国四十多年最受关注 一起政治暴力事件 那啥意思 现在美国其实议员当中 已经有很多人 尤其是共和党的议员 已经开始怀疑是民主党被够搞 所以他在讲四十多年来 是不是啊 他只是没有名言 他执法部门指出居住在宾州 就这20岁的克鲁克斯啊 他是涉安人 大概率是他干的 因为人们看到他爬上了屋顶啊 你看这个美国资金 今天又重复了一遍 他说 他们看到枪手手持武器 爬上附近一个建筑物 呈大声向警察呼叫 但是警察没有反应 这就等于美国资金 现在已经披露了 现在很多人怀疑 这个背后的搞对的动作 就是这个下三难手段 这个刺杀这个川普的 和现在这个就是这些警察 是由政府内的警察 是有关联的 就这个意思就很清晰了 你看在枪手击毙之前 他们得以向汇城方向 发射了四到五枚子弹 四到五枚啊 告诉你这发射子弹 是有频率的 有时间的 对吧 打中川普的诱饵 打死汇场的一名观众 导致其他人受重伤 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那么克鲁克斯是谁 他说是一名登记的共产党 表面登记是共产党 实际上他心里是向着民主党 你看他讲到2021年 在联邦选军委员会的一项登记 17岁的时候 他向一个专门为左倾 民主党政治人物捐款的蓝色行动 总捐了15万 15美元 不是15万 15美金 政治现金 他17岁不太懂事 他为什么捐 给民主党 他爸爸是民主党 清乡民主党 我们就毕竟出来了 那个幕后是他爸爸 他爸爸幕后是谁 就1.29出来了 你看 这些捐款用于进步投票项目 是一个号召民主党人投票的全国性重视 也就是他的家庭 他爸爸 小孩听他爸爸 他爸爸告诉他是一个拥护民主党人 那么他爸爸背后还有人 现在没出出台面 于是你看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讲了谁 讲了川普的就是这个太太啊 就是梅拉尼亚 他现在不怎么挺生川普的气 不怎么出来了 很少 但他讲的话概括他的先生 他说他先生呢 意思被这个就是政治对手 把他要么化 只是他讲的很有诗意 他说 一个将我先生视为非人政治机器的魔鬼 他的魔鬼是指谁 他就指的是拜登民主党的这些人 是要干掉他的人 对吧 他说这个魔鬼是个机器 是国家机器啊 试图扑灭川普的激情 他的激情是什么 笑声 创意 对音乐的热爱和灵感 他的意思 他先生有可爱的一面 就是什么 他的核心要素 就特别富有人性 确实是 川普这个人身上 这有些东西很感动人 被埋藏在政治机器之下 就是这个拜登他们给他已经丑化了 可不是这么多的官司缠审 是吧 他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倒霉的总统了 又被判刑了 又官司缠审 还有好多官司没完呢 是不是啊 又被打了一枪 你想想 川普登台大约六分钟之后 美国事情说好几声枪声响起 川普抬手摸他点救人 然后躲藏在升起了讲台的后果 随后负责保护他的特勤人员 并扑在他身上保护他 这都等于已经批评这些特勤人员呢 根本是在表演 根本是不及时 你保护一次应该是什么 在这之前扑到他身上挡住他 他是什么呢 这个枪声都发完了 都五六枪了 等着摸到耳朵都出血 特勤人员才上去的啊 完了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讲 他没事他星期六深夜离开医院了 就意思他现在身体并没大碍 然后美国人之音已经再次给你们展示他的质疑 根据目击者的说法 以及网络上的视频显示 枪击爆发前枪手被看到 手持一只肚枪 爬上附近的一栋建筑物的屋顶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你看一个人拿枪刨屋顶去了 离总统那么近 前总统那么近 你想想他能有好事吗 为什么警察不管呢 你看后边好几位路人 不是一位路人呢 好几位路人呼叫警察注意 但是警员没有反应 反应不及时 看见没有啊 这意思 我的警察是怀疑警察故意放水了 特勤局表示 特勤人员击毙了协裁 并在他的遗体旁边发现了一只 A-215半自动步枪 就是他先开完枪以后 等他开完枪以后 特勤人才击毙了他 这更可疑了 对吧 就美国最近已经披露出的一点了 枪击事件的发生 立即引发对特勤局保护川普的程度的质疑 这些质疑说呢 特勤局拒绝加强保护川普的要求 特勤局讲这是虚假的 特勤局肯定辩解 你这个找来找去原因 特勤局这里边有阴谋 这个意思是吧 那特勤局肯定很恼火 我们没有阴谋 然后后面他就讨论什么 讨论他们这样 就这一次这个安保啊 他们采取这些措施 其实这些措施啊 我跟你讲了 刚才都已经讲到了 那肯定这些措施 他是前任总统 肯定从一般来讲 肯定不如现任总统那么多 那么强 对吧 但是这个不仅不是弱的问题了 这个已经看出什么 是好像是进行策划的一个阴谋 这个阴谋是一步一步的 是不是啊 你先开完枪 然后我怕给你打死 你证据就没了 对不对 你看 就美国之音这个大牌媒体是挺厉害 就是这篇文章意味深长 其实已经披露了 就是议员 特别是共和党人呢 对这个案件的这个质疑啊 这篇文章最后已经讲了 他说呢 纵运共和党领导人表示 将此事展开全面调查 要求特勤局长金伯利 出席有关此事的听证会议 看见没有后边 后边还有很多讲 他的安保措施啊 另外还有一个更有趣的 你看 你看美国之音都会写 他有这么句话 白宫星期六晚上表示 拜登和川普通了电话 但他们没有立即提供谈话内容 那下意思啊 川普肯定打着电话 接着电话还生气 你别给我撞了 说就是你干的 你还给我打电话 川普那个人是信心中人 他可能说假话吗 所以他们不披露谈话内容 只讲这个拜登来电话 如果是这个谈话内容很 很这个默契 很愉快啊 就是川普说 谢谢你啊 或者讲肯定不是你们干的 这是一个阴谋 是吧 那川普可能就是 这个内容就披露了 他没有 你再看后边一句话 更有意思 政府说 拜登星期天返回到白宫 而不是按计划 留在特拉华州 特拉华州是个家乡啊 你就是那个枪手 这爸爸的老乡 你看着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川普现在也不想回去 为什么 回去怕别人怀疑是他搞的 是不是 因为你这个打偏了以后 白打了 要真正是一个一模策划的 钱白花 花这么多钱 也没达到达成目标 反倒使川普变得更加伟大了 是吧 你这不帮了倒忙了 肯定很恼火 你要再回到特拉华州 那肯定 比人更加的开始起义性 干脆 此地无云三百两 我不回去了 你看这个美国自信这篇文章 写了多么巧妙 只是他没有直白讲出疑点 所以这篇文章 真是很有意思 不过 应该讲 这是一个疑点 过去是 拜登 手下的 及其团队 下面人 一模糙 但也有可能是 更大的一模 是中共搞的 为什么 你看 这篇文章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美国自信这篇文章 我给你 含义非常深刻 他说 他这么讲 他说分析人士警告说 此次死杀 企图可能会颠覆 激烈的总统进血活动 并进一步分裂 美国的社会 看见没有 他也可能不是拜登 他们这个团队搞 是中共他们搞的 为什么呢 中共想撕裂美国的社会 就让外界看着是拜登搞的 这样你共和党民党的这种火病 一火病以后 西米耀 武统台湾 这才是最大的料 对吧 你看这个美国自信 已经是这个给你点出来了 他说呢 外交委员会研究员 威尔说 这是美国极其黑暗的一天 也是我们民主制度极其黑暗的一天 这可能是自9交1以来 我们建国最严重的政力暴力行为 就美国现在有些高人 也开始活跃 这个是不是个连环剂 是吧 也是中共收买的这个特拉华州的 就故意找一个拜登家乡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人 要收买他 让操控他的儿子这么干 这样再嫁祸给拜登 让你们之间狗咬狗 然后我腾住手了 因为美国一旦发生内战 撕裂这社会了 火冰起来发生内战 中共打台湾就最好的时机了 是吧 美国就自顾无暇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如果你不相信 你看这篇文章已经告诉你了 他说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叫凯西伯加特说 今天世界改变了 那世界改变什么意思 是不是 已经是非常明显在提示大家 这是我的 这个下议论 就不一定是完全对的 好 谢谢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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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